天父 大家有没有关于怒气 我们正在等他们准备上开始 这个Zoom的延经 我上次也有说过 如果你们有心 我们很多时间都有 你用我的电话告诉我 就可以参加进入群组 我们很多时间都有讨论《诗经》 然后应用 然后也会讨论一些神学的问题 我们今天的信息 就是讲到一个非常之 我相信大家都会真实地面对的一个问题 就是怒气 就是在情况不顺利 那些人令到我们很激气 我们想得到的得不到 或者环境有很大的转变的时候 人很容易会有怒气 那我们怎样可以一方面亲近神 一方面处理内心世界 因为有时有些人就有一个这样的图画 他会说我亲近神我就会没有怒气 这个是有部分真理的 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可以 但是当我们不是亲近神的时候 那些怒气是可以来的 还有有时就算亲近神的时候 都会有些烦恼的 有时那些烦恼都会走出来 所以我们需要处理我们的内心世界 思想意志感情需要处理 我们才能够管理好我们的情绪 心里面仍然有些激气 那他亲近神的时候会松一点 但是过后又会再弹出来 所以我们除了亲近神 一定是需要将里面的内心世界去管理 也都去管理姚书人 我们这些都会说到 然后神就会好喜悦 叫我们能够有能够得力 能够轻省面对一切的困难 其实发生人都有的 我们现在讲一下容易发生的原因 因为很多人信很多大话 他们是不知道这个大话 譬如人家骂我当然骂他 这个是普通人都会觉得 他无理取骂我当然会生气 他做错时当然要骂他 不合我心 我就要针对他说他错了 令他不舒服了 我有怒气当然要发出来 当人不磨邪的时候 我就会沉悶 就会发生气 不开心 这些是人很多时候信的一些大话 好了 当他信这个大话又被他影响的时候 就会怎样呢 他就人制关系越来越差 发生气的不好 就是他觉得他坏 我当然骂他 但问题就是 他的关系越来越不好 他更加不合作 譬如你越骂个儿子 说他没用 蠢 他就越反抗 越不合作 或者同工一齐侍奉 敬拜队一齐侍奉 而有些人就觉得他做得不好 好了 发生气 向他发生气 有时发生有大发生有小发生的 有时小小的表情 有时目无表情 或者见到他的眼神 觉得人家觉得不太舒服 那个人是可以更加 跟我们不合作 就是令到有大家对立的情况 还有问题是不会解决 问题会更加严重 还有生命被破坏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想到 那个长远的后果 我们只想现在 他不好 我当然是骂他 我当然是发脾气 就没有想到长远的影响 这是需要内心留意到 以及刻意的处理 但有很多人说 唉 我知道 不过我受不了 我处理不了 那待会我会讲一下 怎样处理 所以我们明白 我们里面的 我们的谎话 就是很多时候人信了这些谎话 是信得很入心的 他坏我当然是骂他 不可能是谎话他 很多人的心里面 积传了很多愤怒 就是对怒气和批判性 对人的批判性 就以为发生气 就是有威力 这是很多人觉得的 譬如说他不听 再说又不听 越说越大声 接着最后大骂 这个就觉得我有威力 他会听我 很多时候也学了批评人 以及贬低人 但是我们在神里面 有平安 兴散 接纳人 反而可以去处理 还有很多人有隐藏的怒气 里面其实是有很多不满 例如积传很长久的 尤其对配偶 和子女 或者对父母 亲近的人 在心中觉得他们 真的整天都不负责任 那些东西乱摆 做些东西不对称 不负责任 心里面已经连着怒气 等到某时候 顶不顶 就爆出来了 这就是很多时候 人隐藏了的怒气 就像这幅图 这个男人骂这个女人 那个女人又不敢出声 但是心里面 都被连着 连着到某时候 顶不顶 就大爆出来了 这就是很多人的方法 就是顶不顶就爆出来了 其实我们可以在 小小问题的时候 就开始处理 开始处理 不是等到 顶不顶那一线 才去处理 也都是随时都化解 等它不要 谷 如果我们发觉 我们里面谷着的东西 是需要化解的 化解就是说 那件事不要紧要的 总有方法处理的 不是发生就行的 不死就行的 那有些人说 是不死的 不过很不顺眼 越不顺眼 我们越生气 其实越解决不了 但是如果我们 去找方法 首先化解自己的怒气 又找方法去逐步处理 是更加有效 但是有些人说 唉 我就没有你这样的耐性了 好像对着这些人 当然要骂醒他 就觉得骂就会 改善 但是其实 如果骂是改善 很多家庭都很好 但是很多家庭就越骂越坏 结果离婚 或者总之 不离婚也好 心里面 很 即是很不满 我说一说 我很久之前 看过一个电视的片段 有一个电视片段是怎样的呢 有一个男人 就跟另一个男人说 他说 哎呀 我太太不知道去哪里 我找他很心急 哎呀 不知道做什么事 有什么发生呢 那另一个男人怎么回答他 如果我太太不见了 我愿意失去我 所有的东西都不要紧 如果我失去所有东西 如果他会消失呢 我会很开心 他说 你为什么这么紧张呢 哎呀 我说 他对我太太已经不满到不得了了 他消失了 我说真的好像大赦了 真的好像 哇 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这些其实就积传很多的激气怒嘈在里面了 我希望大家不是有这种情况 就是心里面在谷住 不过其实每个人都会可能某程度上有多有少 有些激气怒嘈在心里面谷住 那么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将它化解了 而很重要就是说 人的内心装什么 他就出什么 我们一起读 马太十二章三五节 善人从他心里所传的善就发出善来 恶人从他心里所传的恶就发出恶来 这个心装着善良祝福人 他自然说的说话就是柔和 祝福的心态 但是如果他的心 谷住了很多不好的东西 他自然就会爆发的 有些人他真的习惯性 很少的事都爆发 有这么多东西跟他说小小东西 那些碗洗干净一点 那些衣服好一点 他就哇 马上爆炸了 马上撑不住了 因为他里面有很多的怒气 你一说他 即是说我不行 即是说我没用 我不是没用的 我很多东西都很行 是你的东西不行 我跟人相处也好 是跟你相处也不好 有时人就有一种激气怒嘈 为什么跟有些人相处不好 因为这些人是近的 住得近 一起居住 所以看到天天的问题 在街外的朋友 大家聊天 玩一下 喝茶 那些没所谓的 通常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但是相处得久就会有问题 因为很多人被人指控得多 骂得多 他就很容易被冒犯 即是他被人骂得多 人家一说句话 就立刻觉得你是在说我 因为他习惯了被人指控 他就常常觉得 你背后你是想刺伤我的 你想刺伤我的 因为你就好像以前 我爸爸我妈这样说我 你现在也是这样说我 因为他里面有一种被指控的情况 就很容易被冒犯 很容易被敏感 那你就会很难接受别人的意见 而很多人的潜意识 潜意识是什么呢 潜意识其实是控制我们整个人的 潜意识是什么呢 我们有我们的思想 也有我们的潜意识 我们的思想会 可能会告诉我们 耶稣爱世人 神爱世人 我是宝贵的 我是重要的 我生命是可以祝福人的 我们思想上可能有这一套的想法 但是也有可能有另一套想法里面 不行的 人们不会改变的 没什么用的 这些情况都是神都不会帮的 里面有这些负面的思想 其实很多时候人都会有的 有时候人会说 好了好了我听完道 我看完圣经 我相信我是宝贵的 我可以为神做事 这个是他的相信 不过内心的深层里面的感觉 其实是怎样呢 有很多人里面有很多伤害 连教会的人都刺伤我 那些弟兄姊妹都刺伤我 我的家人刺伤我 所以里面是受伤 我是不被爱的 别人是不会喜欢我的 跟人交往 那些人是会退缩的 不会跟我聊天的 在里面就有一些深层的伤害 或者深层的愤怒 是一种激气 但尤其现在呢 因为政治的对立 还有现在传媒用的方法 是令到人政治对立的 不单止政治对立 任何看法都对立 为什么呢 如果大家有上网看 YouTube 看Facebook 这些不同的影片 你看看什么呢 他就会懂得给你什么 例如有些人是 政治立场是A B 我不讲什么颜色 A B A的人就越来越A的了 他就会全部给那些影片 全部都是A的 B的人就越来越B的了 因为他全部收到的影片 全部都是B的 他就会觉得A的全部错了 A的又觉得B的全部错了 是令到人对立 还有有一种奋恨 就是对于有些人一听 哇 耳朵立即很辛苦 一听对方的说话 心里面觉得很不喜欢 在心里面很容易 積存着一些怒气 就是觉得 为什么会这么不合理 为什么这个社会这么不合理 为什么这么多问题 心里面就会有这些情况 或者是惧怕人 自卑 觉得自己没什么用 很多人是很自然的 比如说 你做什么 不行的 不行的 一个心里面总是觉得 我做什么 人家都不会称赞 人家都不会接立 或者对人有憎恨 或者没有安全感 很容易会防卫自己人 一说什么 立即会防卫 立即不是不是不是 没有的 立即会反弹 这就是因为人的潜意识里面 已经受下了很多的伤害 很多不好的东西 还有人也会有缺乏安全感 即是没有安全感 如何呢 曾经受伤害 或者被人轻看 就觉得自己也是没什么用的了 不敢跟人沟通 不敢做事 觉得人都不会看重自己的 即是跟人说话 就会害怕的 觉得自己没什么价值 没什么财干 就容易被冒犯 即是说越是没有安全感的人 就越容易被冒犯 有时有些人 那些说法没有攻击性 有时他不是攻击我们 不过他触动我们的地雷 例如说 有些人很胖的 有些人的衣服 一会不穿得了 要买那些新的衣服 或者因为他比较胖 总之某些东西一说开 他就会觉得 你正在说我了 你就是说我胖 或者说什么 总之人家说什么话 很容易会触动他的地雷 就是一说到论训 他就说你就说我 就是常说我论训 他很容易就会觉得被攻击 他就会有负面的反应 他会觉得被冒犯受伤 他会辩驳 所以大家有时发觉 有些人很容易拗紧 有些什么他都拗紧 因为他心里面有一种 就是他有很多地雷 人家一触及他的地雷 他立刻会反弹 就是说不是这样不是这样 又会反弓 就会破坏关系 其实很多人有怒气的人 都是这个情况 一方面 我们了解自己 都了解有些人 为什么他这么容易发生 因为他有很多地雷 他有很多受伤 很多缺乏安全感 其实那些人越大声 其实他里面是没有什么安全感 所以他要大声过你 让你觉得他说话是对的 是有威势的 我们明白这件事 我们就知道跟他斗过是没什么用的 有些人就觉得 我不斗他 他自己自为是对的 其实不会的 我们不需要要斗赢他 因为其实斗不赢的 我们处理两个层面 首先处理自己的内心 叫自己不容易发怒 这个先处理 然后处理当有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如何处理 第一就是处理内心 首先就是深信没有人能够拿走神给我们福气 约瑟室被他的歌出卖 好像看起来好像很惨 但是神是有恩典有祝福 是他的歌拿不走的 《创世记》五十章二十节 我一起读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 成就今天的光景 这个是约瑟室 当他后来见到他的歌的时候 说的说话 约瑟如果他有潜伏的伤害 他会怎样说呢 你以前也知道你如何害我 你知道你出卖我的时候 我去到做奴隶 我也不知道明天是怎样的 被人去卖 我多惨 你们没有想到我的苦 现在你知苦 我要让你捱苦 或者他态度很强硬 很恶 他可以有这种情况 但约瑟室 他真的在心里化解了 你们做什么 拿不走神的恩典 这件事似乎是很简单的 真理 不过是不容易全心相信的 当有人譬如欺骗 真的有些人会欺骗人 骗人 做一些不好的事 我们就觉得他抢走我的钱 抢走我的机会 伤害我 我们就会觉得他令我失去某些东西 或者家人有些情况 令到我们觉得他烂了我 本来我生命可以更大发挥 他烂了我 令到我不开心 这就是很多人相信的 就是觉得他会抢走我的东西 但约瑟室说 你抢不走 因为神的意思是原始好的 但有很多人又说 哎呀我又不像约瑟室跟神的关系那么好 那神会不会祝福呢 其实我们要记得圣经所说的 就是爱神的人 神就为他预备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未曾想到的各样的恩典 所以我们想得到神的祝福 我们一定是听了神话 爱神 遵从神 有些人说我做不到 做不到你就说耶稣我做不到 求你赦免我 求你帮我 我经常赞美你 我经常感激你 我经常遵从你 荣耀你 侍奉你 心经常相信什么呢 全世界只有神的祝福 当我们听了神话 祂的祝福就会不断来到我们的身上 整个人就会得福 所以我们就深信 我走完神的路 如果我做不到 我求主赦免 以后我不够力 我求主加力给我 我真的做神吩咐的事 其实是最好最好的 为什么呢 你整个人就有平安了 我知道人们怎么害我都不重要的 人们对我不好都不重要的 人们发生气 不重要的 有很多人就觉得很重要 他骂我 他说我笨 我不笨的 他骂我笨 我不会变成蠢的 他骂我笨 我不会变成蠢的 他骂我笨 我笨了 他说不会变成蠢的 唯有他说 他说不要紧要的 这样我们的心就不会被冒犯了 你做事这么慢的 那我们可以 直接受到他的说话 好吧好吧我尽快 就是不拼他 不反驳 不去攻击 不去受到他的攻击 但是这件事真的不容易的 这个心化解就是我心平稳安静 因为神是照顾我的 神祝福我 所以任何人做什么都好 我都不用受影响的 而且很重要的是 关系比事情更加重要 就是我和人的关系 我和他关系好呢 神喜悦 神又能够祝福对方 但是我因为体重的事情 你洗碗洗得这么脏 怎么可以的 那你就骂他了 骂完他 他的关系不好 但是我们想他洗碗干净 是什么方法呢 用柔和的方法 这样洗就可以了 他就算洗不了 有时做给他看 又不用教他 就是跟他洗了 总之尽量不要找方法去冒犯他 不要去击他 那么关系仍然保持 因为多谢他洗碗 然后呢 让他看看 我现在这样洗干净 就令到他觉得 我不是想伤害他 我只是让他知道 可以怎样洗碗更加干净 就是关系重要的事情 但是有很多人就 那些事情不合心 真的要骂一定要斗过斗过 有时有些教会是这样的 以前我曾经在外国有个教会 就是我在那里开始做中文工作 我开始就做了一个下令圣经班 他们有下令圣经班 我就做一个中文班 当时有一个家庭 他有几个小朋友 我出去派传单时就看到家庭在餐厅那里 他是餐厅的主人 那几个小朋友他说 尔牧师 到时这几个小朋友一定要去你的那班 因为我想他们学中文 那天来到 那个负责的校长 他们是外国人 当他收到这几个小朋友 就将他分配到不同的班 那这个妈妈呢 后来来到 找到我那班了 为什么我三个小孩不在那里 立刻去找我找 立刻把三个带来我那里 那个校长知道后来辞职 他辞职 他说为什么会这样 我不喜欢 不喜欢 那些中国人就去你那里 就好像分开一些 总之那些人的金刚民族 他就不喜欢这件事 那我就跟牧师说 哎呀我都不希望这样 为什么这个人辞职又离开教会了 我觉得很大件事 牧师跟我说 他说你不用担心的 我们做什么决定都有人离开 他说 那时候 因为后面有些人 带小朋友来 还有小朋友会吵 我们就弄了一个玻璃分隔 他们就看到我 听到我来 但是他的声音不会来 我们弄了这个玻璃分隔 开会又吵架 有些人又走了 好了 后来他们 领圣餐要上几级楼梯的 上去台上 他就有些长者 他就整个扶手 让那些长者可以扶手上去 他又有人吵架又走了 他说我们做什么决定都有人走 你不用在意 尤其你这个决定 是一个很大的决定 即是说原来基督徒有时 都会很坚持己见 有些人就会围到教堂 是弄红地毡 或蓝地毡或黄地毡 真的会吵架 就因为他觉得 事情很重要 一定要这样做 不是这样做 就会崩溃的 这个世界会崩溃的 这个教堂会崩溃的 其实不会崩溃的 很多做法不重要 有些人他们会很坚持 一定调他的方法 其实有一句说话 他可以想一想 比如有个人 他觉得 你个人都要听我话 你不听我话 你一定不行的 有一句真理的话 就算这个人不存在 这个世界仍然很正常地进行 你听清我说什么意思 有些人他觉得 没有了我 你们个个都不行了 你们个个都崩溃了 全部的问题都会出现 但其实真理就是 就算没有了他 这个世界 不会崩溃的 没有一个人 是托着这个世界 没有一个人 他说的说话 必然是真理 唯有神是真理 所以我们不要觉得 我才适合 我没有了我 他们就死了 他们就不行的 这个就是因为他觉得 事情一定要照我的方法 很多时候的婆式关系 就是怎么样 奶奶就觉得 臭小孩要怎么样 那个媳妇就觉得 臭小孩另一种方法 那个奶奶就觉得 你不照我的方法 你看我养大你的老公 是我养大的 你来到你要 臭我的孙子 你要用你的方法 不行的 就是他觉得 是唯有他的方法才行的 那这个都真的 所以凡是一个家 有两个女人 就是主理家母 就有很多问题 因为有另一个 就觉得 你不跟那个方法 就有很多问题 另一个又有另一种的看法 就是因为他觉得 事情比人际关系重要 那我们也想想 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会这样呢 有时候也要接纳 有些人是很硬的 他是要他的看法 算了 他面前 不要跟他搏 那麽多了 算了 按照他的方法 不能死 这个有时 但也有时 我们需要去 处理 柔和地处理 这个有时 没有一个规则 看看你的情况 去到什麽位 但是总之 我们就不要发怒 他发怒也好 我们不要发怒 我们心里平稳安静 不紧要的 不死得的 照他的意思 都不死得的 他不肯听我的话 都不死得的 心里面就觉得 保持人际关系更加重要 可以用柔和的方法 还有呢 不是我错 我不用背上身 有时这样 为什麽生气呢 你搞到那些东西 你弄乱那些东西 你弄到整个房子乱了 他的问题 那当然呢 我们想找解决方法 我不是说不找解决方法 不过 柔和地解决 就不是发脾气 有很多人就会 一见到别人做的事情 不错 他的心就生气 或者他不闹出来 不过已经转着 看有什麽时候 闹出来 或者一说出来的时候 那些语气就不好听 因为他里面已经转着 有时人的问题 我们不需要背上身的 他有问题 有时也有很多父母很紧张 想他好 当然当然想他好 不过想他好 他又不听话 于是就 哇 很焦急 很焦急 其实我们这样想 我们是要他这样改变 我们一转身 他都不听你话 他不听你话 你转身他就不听你话 你不在他 他就不听你话 一定个人被说服 那件事是应该这样做 他才会这样做 他没有被说服 他不会这样做 但我怎样说服他呢 是否大闹会说服 是不会的 是怎样引导 逐步的引导 你觉得可以怎样改善 或者你信不信你是很宝贵的 你可以给神大大使用的 你想你的生命更加宝贵 可以有些什么做 就是用问题的方法 引导他 让他思考 譬如你觉得他这样教导子女 不是那么好 你可以问一下他 你觉得子女这样 会不会有些什么不好 譬如有些情况是这样的 奶奶很疼那些孙子 什么都中他 有一次我在教堂 以前有个教堂 有个小朋友进来 那个应该是阿妈 要不就是阿婆 看着孙子一起 拿着一罐糖 吃完一粒又一粒 我看到我 小朋友 吃这么多糖 会糖尿病的 真的不行的 这个阿婆 真的她会用这种方法 好了 当是她这个小孩的爸爸妈妈 怎样跟她说呢 有些人就会说 你这样害到她有糖尿病 将来就死了 她就说 不会不会 我以前很想吃糖 我都没得吃 现在她有得吃 就让她吃了 就对她不吃了 这样 那是不可以 但是这样是不可以的 即是如何引导她 你想不想我儿子的孙子 健康点 有精力 你知不知道哪一样会好些 就是去信问他 可能他也是说是要这样是要这样 但是有时用一些不同的方法 或者让他看一些资料 让他思想一下 就去逐步引导他 或者让那个孙子知道这件事的后果 有时一个人是这样看的 很难改变的 我们不需要背着他的淡子 但是的确确 人与人之间是一个困难的 不过问题这个困难有没有令到我们爆炸 做人很激气 很不开心 还有处理不了那些问题 还有人际关系有问题 好了 另一点就是 当我们的责任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负责任了 就不要让情绪管理我们的反应 有很多人其实有问题 或者情绪问题 其实是什么呢 他的情绪被骑劫 这个说话被骑劫 什么是被骑劫呢 即是骑劫飞机 你们听过了 即是有犯罪的人 恐怖分子 拿着控制的飞机 骑劫了 有很多人的情绪 是被他的罪性情骑劫了 他直接的情绪 是完全是 他跟着他的情绪做人的 他的情绪控制了他 当我们知道我们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去管理生命了 就是说 我是不是被我的情绪骑劫了呢 我最近看了一些资料 我发觉 我会再详细研究 因为我是两天之前发现这件事的 或者应该昨天发现 原来自从一九九几年开始 八几年 九几年 九几年开始 那些情绪问题 自闭症 那些人各样的情绪问题 或者是读书不能够集中的问题 是一直上升的 有些研究就发觉 是因为人用的农药 那些杀虫药 和肥田料 还有杀野草的一些药 就流入那些雨水 全地球蒸发 在空气中也有 在水里面也有 在下雨也有 而这些对人的情绪有破坏性 所以现在人的情绪有问题 还有多了癌症 多了各样的疾病 糖尿病 各样的疾病更多 是有些人就在研究发觉 因为人用了很多这些不好的东西 还有很多抗生素 那些抗生素其实是进入水里面 在这个自然界的水 也有这些抗生素在里面 所以造成对人的情绪的破坏 所以现代人的情绪管理是更加难的 他们就说以前是几千个人中 有一个人有自闭症 现在是几十个人有一个自闭症 情况就是造成了很多人 这些情绪问题 如果我们有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学习 刻意地亲近神 从神有平安喜乐 不受人影响 这个是需要我们学习的 让我们管理我们的情绪 好了 有时有些人说话是攻击性的 他总是喜欢激吓你的 令到我们发生气 那我们就问了 这个是他的问题 因为我的问题 如果他的问题 我需要背上身呢 我想要 他坏是不是我跟着要坏呢 不用一定的 他发生气是他的问题 有句话 他说不要扭屎上身 他有屎 我不用扭屎上身 这是他的问题 因为我学习这个 处理生命 轻松得性 我见到一个人发脾气 我会看着他 他心里一直会分辨 他这个人是容易发脾气的 我就会选择不计较的 我会选择 他发脾气 他不会拿走我的东西 他做错什么事 他不会拿走我的东西 我神一定会祝福 只要我听神的话 所以我一路听着他 一路发脾气 我眼望着他 我会很平安地听他骂完 然后我就求神 让我智慧回应 这是我学到的东西 我真的看着人发脾气 我都不介意 因为我觉得这是他的问题 我不觉得 如果我错我会承认 但如果不是我错 我不会放在心上 所以圣经说 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 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 生出疾度出来 好了 分辨是否自己的问题 什么不是我们的问题 别人无理取骂 是他的问题 我们骂情绪 就是我的问题 我就需要处理了 别人攻击我 是他的问题 如果他特意攻击 但我攻击人 就是我的问题 好了 别人不肯进步 很多人都不肯进步 但是很多人就很紧张 我儿子不肯读书 我孙子不肯读书 我丈夫不肯做什么什么 他不肯进步 这是他的问题 当然我们想帮他 不过不要揹着这个担子 好了 然后我帮助人的时候 很烦恼 这是我的问题 别人很敏感 这是他的问题 我被人的反应 影响就是我的问题 就是说他敏感是他的问题 但是我敏感是我的问题 我们需要分辨 大家看这个表的时候 大家看看你是哪一边 你是会被人的反应影响 因为你自己在里面 就是总之我们自己里面 有多少情绪闹出来 我们有没有做一些说话 说一些说话 做一些事情是会令人受伤害的 然后人家情绪化 他发脾气 这些是他的问题 我们情绪化是我的责任 好了 人家的问题 我不需要背上身 但是我知道他的问题 我就求神了 神了 我如何方法引导他 我如何有平安 如果我的问题 我就要处理了 我如何可以和人说话 柔和谦卑 这个表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很多人 就不会分得清 人家的问题 因为我的问题 人家的问题 他自己就发脾气了 自己的问题 又不去处理 这是很多人的做法 如果我们分清 他的问题 我不用这么猛 求神让我智慧聪明 我不让他影响 然后我如何逐步处理 然后我的问题 我就求神帮我化解 去深信 我听神的话是最好的 平时建立好一个 健康的自我形象 如何呢 健康自我形象 大家要留意一点 第一就是 我们相信神爱我们 我们有神有奇妙计划 另一方面 我们也要建立一些能力 我什么意思呢 譬如有个基督徒 他每天都 神很爱我 我很宝贵 我很宝贵 不过他和人相处 他经常吵架 他做什么都失败 经常被人炒入鱼 他是不会有健康的自我形象 他会很敏感 如果他经常都失败 所以我们建立自我形象 健康的自我形象 一定是深信神爱我 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很多人不觉得自己是被爱的 不觉得自己是宝贵的 我们深信我是宝贵 神体做我 然后我都需要建立 懂得和人沟通 有些人说 我不懂得说话的 我一说话就弄伤人 其实有方法的 我们怎样说法 怎样引导他 你网上找言语 叶牧师 你会找到我的影片 或者情绪 或者恩典的说话 叶牧师 你会找到YouTube的影片 我也有说到分辨不同的说话 我们就去建立我们的能力和财干 能够和人相处 能够做到我们应该做的事 这个是会对我们建立 我们的自我形象是重要的 但是同时很重要的是 我是宝贵 我每天都跟自己说 宣告 我是神喜悦的 神喜欢的 我做的事合乎神的心意 神一定喜欢的 不代表我不去反省 我见到自己做错 我会反省 但是同时我会 欣赏自己有做对的 那我令到我平安喜乐 这个是重要的 这个不是骄傲 我不是说我聪明 我是说这些是神给我的 但是我有做的 我是可以开心 那我也同样欣赏人 你有努力真的好了 小朋友可能做功课 做得不太好 但是他肯做 你肯做功课真的好了 很乖 那你写这些字都有心机 可能他不够漂亮的 不过你说也有心机 那他可能还有心机写得漂亮一点 但是如果你说 你弄灵弄清的 你写字怎么会写得到 你以后做不到事了 你没人请你了 他听完他就发脾气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我们建立他的自我形象 让他小时觉得他是宝贵的 觉得他是重要的 他同时觉得他能做到事的 他不是没用的 不是全部蠢了的 就算他很喜欢玩游戏机 我们可以说他 你真的很聪明 玩游戏机很聪明 那你可不可以试一下 那些聪明放在读书上 有时候找一些书他会肯读那些 可能找图书馆有些有公仔 给他看看 那他可能看一看 会有兴趣去读学校的教科书 就是欣赏他的能力 不要只是说他 你一玩游戏机立即说他错了 是需要引导他 让他明白 就是他的生命的宝贵 怎样帮助自己不容易被人惹怒 就是我们自己首先做好防卫系统 这个不是那种 或者这个字眼不是最好 建立一个健康的字眼形象 整个人很健康 于是不被人伤害 因为防卫有另一个意思 就是你说什么我什么都不听 我反抗不是那种 而是我自己不会受侵犯 我不会被人伤害的 那怎样呢 建立一个主力的安全感 我是宝贵的 我是重要的 别人不能够拿走神的祝福 第三点就是 被人惹怒可以带来伤害 和破坏神的计划 譬如我简单例子 如果乙牧师 你跟我说话 接着我发脾气 猛烧 那些人就会说 乙牧师又教人 不要发脾气 自己又发脾气 懂教人不懂做 这样就会以后破坏 我的形象 也都破坏我的事奉 所以我管理我自己的情绪 是非常重要 就不要让我的情绪破坏事奉 所以我们就知道被人击刺 是会带来伤害 虽然他错了 但我被他击刺 会带来伤害 破坏神的计划 由亲近神 有平安起落 又告诉自己 你听说我不需要被人影响的 我是重要的 然后温柔地面对他的问题 对别人的伤害 又帮助自己进入神的计划 如何处理呢 这个是我们可以逐步学习 不过有些人就说 哎 我的孩子真是很难搞的 用尽什么方法都不行 这样就想了 这么久都不行 那你不会一下子不行 那你先不要这么激气 你激气又不会不行 这么久都不行了 那是如何反省一下 是不是那方式令到他觉得反叛 所以他就会不听话呢 我怎样令到他觉得被宝贵 有些什么他做得好 留意他什么做得好 那些东西赞他 然后在那方面他去发挥 好了 然后最后讲到如何处理怒气了 德性五部曲 如果你有我本《轻生德性》 你就有这个德性五部曲 如果有人没有 我今天没有带到来 你想要你告诉我 然后我想让我导传到 首先几点的 黑红色字里留意 咦 我有怒气了 第二 深信有破坏性 第三 圣经观念 观念是什么呢 我怎样化解我的怒气 怎样柔和处理问题 就是圣经教我怎样做 然后祈祷了 求神赦免和给力量 第五 选择 选择化解自己的怒气 什么是化解呢 他骂我的说话 留在空气 只是一秒钟都不够 走了都不用介意的 就是不用介意 化解不是谷住的 哎 他是错的了 不过他是老板 我当然谷住了 不敢出声 哎 我又不敢出声 我真的上班很辛苦 每天都在谷住 这样就不行了 这样就迟早有问题出现了 身体和心灵的问题都有的 情绪的问题都有的 我们化解 他经常都容易发脾气 伤害人的 如果你的老板 对他经常会骂人的 他是容易骂人的 我也不能够改变他 我放手了 算了 不要紧要的 不能死的 即是不计较的 神给我很多恩典 我想多些神的恩典 不要想他的不好 现在他骂完 他又走了就算了 不要再想他说了什么 很多时候人不是这样的 他骂完 就捉住他的说话 捉住不断说 为什么他这么说 为什么他这么说 他真是坏了 反复思想 几百次几千次 这个就不化解 这个就是 将他扩大 其实他一句 有时他可能被老婆骂完 他的老气就化在你身上 是他的问题 就不用看得那么严重 我们化解老气 还有看失和接纳对方 因为很多人就是被人骂惯 所以他喜欢骂人 他里面有很多老气 我看失他 所以我选择用柔和的方法 处理问题 我不是说不处理 是首先柔和 先轻松 然后我才处理 处理老气 我国书一章二十节 一起读 因为人的老气 并不成就神的义 因为人的老气 不会成就神的义 第一 立刻祷告 想发生气 立刻祷告 平静自己的耐心 例如想发生气 立刻祈祷 因为吵架一定不会好的结果 第二 找出怒气的来源 是别人或自己的问题 他做事不好 那我就生气 他不好是他的问题 我用什么生气 如果我自己很容易被人击 那我就需要处理 我为什么这么介意 为什么他做错特别敏感 很多太太对于丈夫做错是很敏感的 为什么呢 别人的丈夫是她做错什么都是她的事 自己丈夫做错很丑怪的 自己丈夫有些事做得不好 说得不好 觉得很丑怪 于是反应是特别强烈的 这个都是有些人 这个是他那个个人的问题 就是他太体重 好像丈夫不够好 就好像有很大的羞愧 找出原因在哪里 第三 处理怒气的来源 还有接受别人的软弱 就是说 好了 既然是他的问题 我怎么可以放手呢 他这么久都是这样 他都不会一下子改变 我就接受他 慢慢来 他有那么多改变 我又感谢神了 总之我找方法 如何处理怒气的来源 我需要那么紧张呢 紧张又没什么用的 经常谷气都没什么用的 我就去化解了 接受人的软弱 有些人总是容易 做错事 说错事 容易发脾气 容易情绪化 这是他的问题 我不用每天背着他的 第三 发生会带来什么后果 我就自己想想 发生会 然后大家关系不好 又更加破坏了 第四 别人不好 我发生会更加大 我发生会更大 不是解决了 第五 事情不顺利 我发生会更加不顺利 本来已经不顺利了 一发生会更加不顺利 我讲一个例子 比如你上班 老板给了很多东西 你就生气了 越生气就越做不到 越生气就越做不到 越平安都可以开始做到一些东西 但是越生气的时候 他给了这么多东西 我做 然后就做到错了 事情更加不顺利 第五 我尊重神 神会祝福 所以我不用发生 第七 用柔和的方法处理问题 神更喜悦 就是柔和地去谈一下 我真的做不到这么多工作 那怎么办呢 我都要回家了 我这么多工作还没做完 我们怎么处理呢 这个都是去沟通 不过我又知道 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公平的 你做做 今晚你不要回家吃饭 你做做做 我们就衡量 我是不是留在这份工作 因为怎么样 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公平 不公平是怎样呢 我们只能够接受 越不接受就越生气 就越不公平 他更加针对 这几点似乎有些人说 我都知道 不过做不到 我们为什么做到呢 就是我的生命很宝贵 所以我不要让这些事情破坏 我不要让这些事情影响我 而柔和是更加有效的 回答柔和使路消退 言语暴虑 触动怒气 柔和的舌头能够截断骨头 就是柔和的沟通 柔和的说话 更加能够改变事情 还有欣赏一下他 赞一下他 他做得好 可能他十样东西都不好 有一样好 就是赞他那样 他可能那十样都会有少少改变 还有多说恩典的话 你真是好 很开心看到你 你真是很努力 你做得很好 欣赏他 你有什么长处 欣赏他 有些人说我欣赏不出了 他这么多坏东西 我怎么说得出口 越说不出口他就越不改 越能够欣赏他 少少东西都好 他就会有改变了 总之看到他有什么好的地方 都欣赏他 激励性的说 用恩典的推动人 我看重你 我爱你 欣赏你 你是很宝贵的 你可以成为伟大的人 你可以祝福很多人 耶稣都很爱你的 耶稣想使用你的 这些是欣赏的 鼓励的说话 但是 不只是说这些说话 因为有些事情要处理 处理就要柔和地处理 律法 都要说律法 就是责任 探讨和引导 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或者你觉得 我们可以怎么沟通好一些 探讨是什么 我们大家都不知道 去找一下 看看有什么方法 探讨 看看想什么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子女有这个问题 我怎么解决 引导就是我们知道 我们就要引他 我们说话 是否柔和一点 他会听 我们哄他 他会不会开心一点 他会会乖一点 他会会乖一点 这个是引导 教导 我们需要教导 但是柔和 就不要说 死笨 你听我说 怎么教你怎么做 他就立刻反弹 不用说这句 不如这样做法 会不会好一些 都可以用问题的方法 这样做会不会好一些 跟小孩子说话 会这样会不会好一些 他可能会反弹 他敏感 触动地雷 你就是说我说话不好 我们就说我不是想冒犯你 我们其实一起努力 好吗 一起努力 更加帮到他 好吗 这样 吩咐 吩咐都有一些不好的吩咐 你快点倒垃圾 你为什么经常都不倒垃圾 我们可以说 你帮我手 我很开心的 你帮我手洗一碗 好吗 指责 有时都要指责 但是指责 有些方法就是说 你整天都做错 你整天都没用 加个整天 是很反弹的 但是我们可以说 你有没有想过 你这样做事 这样迟到 令到我们有什么后果 就是去问他 你觉得这样 继续下去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对那些子女有什么影响 去引导他 虽然有时有些我们帮人 他们不进步也好 我们越猛他就越不进步 帮人也有时会猛 教小孩子数学英文 教他都不懂就猛 但是越猛他就越不进步 所以我们可以学习 好了 是难的 我知道是难的 那么就有耐性 有温和地去帮助他 就是他不进步也好 越生气他就越害怕 如果他教他的数学 教了他他不懂 我们就生气 他就会害怕 以后你教他功课 他就不敢了 那么我们就 找一个方法 如何由和地去 去关心他 由和地去引导他 这个是真的需要耐心 我们自己有耐心的 最后我们说 如何有能力要遥恕人 第一就是 耶稣说 你不遥恕人的过犯 天父也不遥恕你的过犯 你遥恕人的过犯 天父就遥恕你的过犯 而很多时候 人为什么会伤害人呢 就是因为他受了很多伤害 我们明白 那些人很容易发怒 因为他受了很多伤害 他们为什么会这么防卫性呢 因为他自己被人攻击很多 有很多人受了很多伤害 所以他会伤害人 如果你不幸地 与一个同一个 经常都受了伤害的人 结婚呢 是困难的 如果你还没结婚 你千万不要找一个受了伤害的人 你一定要先得医治 你不要啊 看到他英俊 有钱啊 所有问题都不要紧要的了 但是以后就会解决 千万不要这样 你知道他受了很多伤害 他以后会会伤害你 你看到他骂他的父母 怎么骂他 以后他会骂你 我们知道 我们就不明白人的罪性 我们就能够明白他的问题 你已经和他结婚了 你就没办法了 你一定要原谅他 我们就看出他 他因为受伤害 所以他会伤害人 我们就不介意 不放在心上 不让他影响 这就是能够得力的方法 能够 即是有些人 很差也好 是他的问题 我知道他其实很惨 越有问题的人是越惨的 他越多问题 他越没有朋友 我就看出他 我就要遥恕他 心不用怒气的方法 今天我所说的 可能大家觉得 唉 都是不容易的 我这样说 你不会一步登天的 例如你容易发怒 你不会发怒 明天天天都开始不发怒 不会的 不过 你稍有进步 就是赞一下自己 我今天有进步了 今天又不爆发 以前也发怒 今天也有进步 就是赞一下自己 今天有进步 多谢自己 我会继续进步的 这样的人就会轻散很多 就赞一下自己 就有动力多一些 就不是经常说 哎呀我不行 我不行 OK 我们有个短短的祈祷 大家一起起床 祈祷一起起床 求神将这个平安的心智 给我们 亦都化解我们的怒气 亲爱天父 我们多谢你 多谢你 赞美你 感谢你 因为神你是柔和谦卑 耶稣你是真是柔和谦卑 但是人总是有很多怒气 很多激气怒嘈 包括我们自己在内 求主赦免我们的罪 赦免我们的激气怒嘈 亦都帮我们在心里平稳安静 靠着耶稣轻松得胜 不用背着人的问题 就算有人伤害我们 是他的问题 我们不需要放在心上 主耶稣多谢你 因为你爱我们 你赐力量给我们 我们需要你 我们需要你安慰我们 需要你赐给我们聪明智慧 去帮助人 多谢天父的大恩 多谢天父的大爱 如果我们心中有些激气怒嘈 求主帮我们去化解 就是说 人的问题 我不需要背得这么重 当我背着的时候 越大问题 我就学习不去戒烟 多谢天父 我们的心平稳安静 好将断过来的孩子 在他母亲的怀众 我们的心平稳安静 我们的心平稳安静 好将断过来的孩子 在他母亲的怀众 我们的心平稳安静 祝主耶稣帮我们平稳安静 帮我们放下重担烦恼 帮我们轻轻松松 面对一切的困难 帮助我们靠主耶稣得性 我们不能够背着别人的问题 也不能够用怒气去攻击他们 当我们用怒气去攻击他们 反而带来更大的问题 求主赐给我们智慧 如何去管理好自己的内心世界 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叫我们能够用平静的心去处理 教导我们一方面亲近神得力 另一方面刻意地处理生命 选择顺服你 选择去关心人 选择说柔和的说话 也都寻求神给我们智慧 如何去帮助一些很难帮助的人 如何去接立一些很难接立的人 求主与我们同在 释放我们的灵 叫我们轻松得性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我们可以靠耶稣进步的 感谢耶稣 哈利利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